屬牛的朋友你們好 今年屬牛的朋友你們叫沖泰稅 沖泰稅通常代表有變動 就是健康上、人事上和工作上的變動 沖泰稅我們通常不會建議 你去做一些很重大的決定 重大的投資或者甚至乎是結婚 各樣東西我們都一點都不建議 沖泰稅也是代表沖撞 所以屬牛的朋友今年如果是會開車的人 我們就建議你慢慢駕駛 屬牛的朋友今年也是有大號星 所以花錢是特別多的 也有很多額外支出 屬牛的朋友今年是不是真的一點吉星都沒有 一點東西都化解不到 也不是的 我們有一顆叫福星貴隱 所以今年屬牛的朋友扭暗花明又一村 去到最壞的時候可能又被你找到一個機會翻身 屬牛的朋友今年我們就不會建議太多太多的變數 最好就是安安定定 安份手機就最好了 今年屬牛的人最好就要穿些什麼的幸運顏色呢 就是黃色、中色和橙色的 就是小小火和土的顏色就會很幫助到你們 屬虎的朋友你們好 在2015年裡面如果你要我選擇 最好生肖是頭三名的話 屬虎一定是頭三名之一 你們今年就有三顆的大吉星 一顆叫天氣星 一顆叫龍德 另一顆叫紫眉星 三顆都是很強而有力的吉星 全部都可以幫你逢空化吉 首先我想說一下天氣星 天氣和紅亂就是一對的 所以屬虎單身的人士 今年就有望可以找到一些正恩緣 恭喜你們 還有一些結婚的人 如果你想生小朋友的話 今年也是一個好的年份 因為天氣星就是代表盡人口 你想請工人或者養貓貓狗狗都可以 紫眉星也是一個帝王星 所以你今年可能特別有領導能力 屬虎的朋友今年你們事業運 其實運氣就很好 而且今年如果你想轉工的話 你有望轉一份很好的工 而且是會越轉越好 所以如果屬虎的朋友 你今年是想著會不會轉工 各樣東西 我的建議就是不如可以試一下 至於屬虎的朋友也不是天下無敵 也要注意一下不要得意忘形 尤其是千萬不要做一些賭博性質的事情 因為有一顆叫暴敗星 所以如果你一向頭半年好像好緊的時候 你就不要以為自己贏 然後做一些很重大的投資 否則可能是衰收尾 今年屬虎的朋友也有一顆空星 就叫羊仁星 羊仁星是甚麼呢 就是代表刀的意思 所以屬虎的朋友今年容易被利器所傷 小心點做運動 甚至乎一些叫刀刀劍劍的東西 屬虎的朋友 今年你們的幸運顏色就是黃色 橙色和中色的 基本上你們可以用一些屬土的顏色 就可以有利你自己的運氣 屬虎的朋友今年恭喜你們 因為今年你們就非常好運 吉星拱照 今年就有三合星 橡星和六全星 六全星是代表錢的意思 所以屬虎的人 今年特別有利投資 亦可以考慮一下買樓和股票 三合亦有利跟人們夾粉做生意 三合除了做生意之外 亦是代表感情方面容易有著落 橡星有利一些主管人士 今年主管特別有領導才能 而且民望亦特別高 唯獨屬虎的人 今年有五鬼星 五鬼星很多時候有如五鬼前身 即是有些東西會纏著你 不過不用擔心 因為屬虎的人今年吉星太多 甚麼都可以化解到 屬虎的人今年有甚麼行文顏色 就是綠色、白色和藍色 有三種顏色 綠色就是一些屬木顏色 例如你可以帶一些肉器 白色就是屬金的東西 藍色就是屬水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用 在旁邊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